中秋团圆夜 我忙里忙外的做了一大桌好菜 招待老公舅舅一家 舅舅却在饭桌上 疯管给我五岁的儿子灌白酒 结果又发了酒精性脑病 我要为儿子讨回公道 可一家人都在忙着帮舅舅推卸责任 老公 舅舅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没想到会这样 你就别闹了 婆婆更是直接甩锅给我 你还好意思怪别人 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 连个孩子你都看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我 此一滴滚油溅在我的手背上 尖锐刺骨的疼痛感 让我瞬间清醒 我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会感觉到痛 这里是 哎呦我的天爷啊 你站这儿发什么冷呢 锅里都着火了 熟悉的身影映入我眼帘 这不是我那间三克薄的前婆婆吗 啊 哦哦 快拿锅盖过来 锅里的油已经燃起来了 我手忙脚乱的找来了锅盖 盖上面火 婆婆还在不停的数落我 你这个没用的废物 这么连小事都做不好 你想把我们一家人都害死吗 看着婆婆口角翻飞的样子 听着耳边的嘈杂声 我才终于反应过来 我重生了 我又回到了那年中秋节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才走神了 妈你先出去吧 还有最后一个菜 我很快就能做好 我催促着 婆婆嘴里依旧妈妈咧咧 从橱柜里拿了小宝的餐具 终于出去了 我扫了一眼客厅里 餐桌上已经坐满了人 都是婆婆娘家的亲戚 准确的说是婆婆的弟弟一家 这回我和罗平还没离婚 应该管他们叫舅舅舅吗 加上表弟表妹还有他们的孩子 一张大圆桌都差点坐不下 前世的我也是在今天 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变故 我一生的悲剧 就是从这场家人开始的 好在我重生了 我不会让前世的悲剧再次发生 命运的齿轮 将重新开始转动 餐桌上 舅舅喝了两杯酒 兴致很好 先是夸夸其谈的指点江山 把自己和自己儿子吹嘘了一通 又将我儿子小宝抱到怀里 拿筷子蘸白酒给他尝 看到小宝被白酒落得直缩脖子 一桌子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一群把无知当玩笑的蠢货 我轻笑一声 拿出手机点开录像 找了个恰到好处的位置 开始录像 录像的内容是最后一道菜水煮鱼的做法 只是镜头刚好带到了客厅 而镜头中的我 假装一无所知 等我做好这道水煮鱼 再把鱼端上餐桌时 舅舅早就已经不满足简单的玩闹了 几乎是按着小宝 强行将白酒灌进他嘴里 任由他挣扎哭闹 还大言不惭地说 这喝酒就是要从小锻炼 现在这个社会 男子和大丈夫 没点酒量可不行 因为婆婆是个伏地魔 舅舅在我们家长辈亲戚中 地位是最高的 不仅没有人敢阻止他 我老公罗平还跟着附和 对对对 舅老爷说的对 小宝你可得多跟着你舅老爷学学 他这个当爸的都这么说了 其他人又能说什么呢 喝了点满尿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只一味地跟着笑 跟着闹 完全不顾孩子的死活 这场景和前世一模一样 前世的我看到这一幕吓坏了 当即就要把小宝抢过来 可婆婆拦着不让 舅舅还继续给他灌酒 口里说着我也是为他好 他以后还要感谢我之类的话 小宝脸色胀的通红 满脸痛苦挣扎的表情 直到呛得咳出一口血来 整个人都昏死了过去 作为一个妈妈 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 哪怕众活一世都无法忘怀 所以当同样的场景再次发生时 我还是像前世一样 奋力阻止 尽管我知道 我根本阻止不了 我大声道 舅舅 小宝才五岁 他不能喝酒 你快放开他 罗平还是像前世那样拉着我 不让我过去把小宝抱回来 他说 难得今天舅舅高兴 小孩子喝点酒也没什么的 待会睡一觉就好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婆婆也上来拦着我 就是 你们舅舅这是疼咱们小宝呢 小宝以后是有大出息的 你可别耽误了他 表弟表妹们也说我小题大做 说我扫兴 质疑我是不是不欢迎他们 一无子人都来讨伐我 一致对外 那叫一个齐心协力 仿佛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再次经历这些 我心里更多的不是着急 而是愤怒 是憋屈 没关系是吧 我大惊小怪是吧 好 好的很 我直接甩开罗平 推开婆婆 一眼就扫到了在我脚边打转的 表弟三岁的小儿子 将他一把低溜起来 拿起桌上的白酒 就往他嘴里灌 住手 表弟和表弟媳妇都吓得大惊失色 齐刷刷地扑过来阻止我 表弟媳妇更是对我破口大骂 你这个疯女人 放开我儿子 我儿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跟你拼命 表弟也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好歹毒啊 给三岁小孩灌白酒 你想害死他是不是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哈哈 我大小出声 你们刚才不是说没关系吗 现在怎么急了 我歹毒 到底谁歹毒啊 你们心疼自己的孩子 那别人的孩子就不是人吗 来啊 多喝点 锻炼酒量嘛 我用力捏住小孩子的下巴 把瓶口往他嘴里对 其实我没有真的把白酒灌进去 我的大拇指堵住了瓶口 我只是做做样子吓唬他们 这口气我憋得太久了 林秀云你疯了 快住手 放开我大孙子 姐 你管管啊 舅舅也急得跳脚 他一起伸 小宝直接滚到了地板上 他也不管不顾 恨不得从桌子上爬过来掐死我 婆婆和罗平都来拉我 屋子里哭得哭闹的闹 乱做一团 婆婆被我这架势吓到了 只敢对我好言相劝 秀云你别这样 你舅舅他就是喝多了 他不是故意的 喝多了他怎么不惯他孙子孙女的酒啊 就带着我儿子一个人欺负 把我儿子当什么 玩具吗 我直接回对 罗平觉得我丢了他的脸 对我严厉呵斥道 你够了 你又不是小宝的亲妈 小宝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宝是我罗家的孩子 用不找你出头 我听完更是把手里的酒瓶子狠狠往罗平脚边一砸 吓得他连连后退 你配当一个父亲吗 我这个后妈都知道心疼孩子 你这个亲爹却这么遭见他 跟我没关系是吧 好好好 那我不管了 你玩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一通发现 把桌子都掀翻了 小宝 大名叫罗毅 他确实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而是我老公罗平的前女友生的 听说那女人生完孩子就跟人跑了 前世 我可怜小宝一出生就被亲妈抛弃 便把孩子接到身边 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精心呵护 哪怕后来小宝因为酒精性脑病 变成了常人眼中的痴呆儿 而我因为家暴跟罗平离了婚 也一直带着他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苦 我没日没夜的打工赚钱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就是为了带小宝去治病 我们去了很多城市 很多医院 花了很多很多钱 终于在我坚持不断的努力下 用了整整五年时间 才把病治好 我又供他读书 考大学 可是后来 小宝竟然回到了他亲爸妈身边 还把我做手术的钱 偷偷拿去给他亲爸妈买了房子 我因为没钱做手术 被病痛折磨致死的那个晚上 收到了小宝发给我的照片 是他们一家三口在新房子里 和乐融融的过中秋节的全家福 呵呵 前世的我活成了一个笑话 一辈子都在为他人做嫁衣 这辈子 我要为自己而活 哎呀 小宝你怎么了 这时候 婆婆才终于注意到了躺在地上 咳出一大口血的小宝 毕马就扑了过去 将人抱在怀中 鲜血流到他手上 吓得他直发抖 快 快送医院 小宝你别吓我 我的乖孙儿 你可是奶奶的心头肉啊 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不然奶奶也活不成了 婆婆抱着小宝往外冲 其他人也都慌了手脚 纷纷追了上去 改变了 真的改变了 前世 那个急的直哭 立即便有人赞同道 是啊 现在也是秀云一个人在天天跑医院 小宝他爸 他奶奶 早就没眼了 有人摇头叹息 哎 这年头后妈不好当啊 秀云都做到这份上了 还被他们罗家人嫌弃 还要替他们背黑锅 这罗家母子真不是人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 罗平还真就好巧不巧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他身边跟着个长发飘飘的女人 两个人手牵着手 看起来无比亲密 哎呀 那不是罗家小子吗 有人指向罗平的方向 大喊了一声 他怎么牵着别的女人的手啊 真不要脸 儿子还在医院呢 他竟然还有心思搞外遇 畜生不如啊 那女人我看着好像有点眼熟啊 不会就是小宝的亲妈吧 我真想给这个人点个赞 他眼神可真好 一眼就认出来了 可不就是小宝的亲妈徐纳吗 前世 知道我跟罗平离婚后 才知道罗平跟他的前任徐纳一直没断过 我在家辛苦操劳 替他们照顾生病后不能自理的儿子 他们却早就在外面租了房子 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 我前脚刚离婚 他们俩后脚就领了证儿 我还担心他们会跟我争小宝的抚养权 结果他们直接放弃 是的 他们都认为小宝废了 脑损伤将伴随他一生 这样的孩子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沉重的负担 只有我没有放弃小宝 带着他四处求医 最后终于治好了他的病 可惜我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小宝的 可能这就是亲情的召唤吧 小宝还真站在了他们那边 我继郎成吉 一身伤病 却养出一头白眼狼来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中秋节 家家户户都在欢庆团圆 而我孤苦伶仃的 死在了路边 我为我的心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所以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心软了 我就是故意在这里蹲罗平他俩的 昨晚我偷看了罗平的手机 知道他们俩约好今天去医院看小宝 而楼下这个菜市场 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这时候我当然不能干看着 应该做出正常女人该有的反应 于是我气冲冲的跑了过去 歇斯底里地质问道 罗平 他是谁啊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罗平看到我的第一时间 就想拉着徐纳逃跑 满脸都写着慌张和心虚 可看热闹不咸是大的吃瓜群众们 纷纷打着为我撑腰的旗号围了过来 把这一对狗男女堵得无路可退 这可是我费尽心思搭好的戏台子 两位重磅演员怎么可以缺席呢 没等罗平辩解 我便拽住她的胳膊拼命拉扯 哭天抹泪道 混蛋 你不是人 你这样对得起我和小宝吗 小宝被你舅舅害成那样 你又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乱搞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大放悲声 又把这些年来的不容易 细细说了一遍 很快就引得群情气愤 纷纷挺身而出 要为我讨个说法 罗家小子 咱们这些街坊邻居可都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来 你良心被狗吃了 你身边那位是你前女友吧 你忘记她当初为什么抛弃你了 她嫌你穷 生下孩子就跟有钱男人跑了 是人家秀云心地善良 可怜你一个大男人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不容易 才嫁到你家来当牛做马的 可不是吗 你们就是看秀云是个孤儿 没有人替她撑腰 就可拙劲地欺负她 你们太不是人了 是的 我是个孤儿 没有娇好的身材长相 也没有出色的成绩 是一个普通到有些自卑的人 我对婚姻没有太大的期待 也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轰轰烈烈 只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行 最好是一眼就能望到头 所以我选择了带孩子 家境普通 看起来也老是本分的罗平 我以为我只要尽职尽责地做好一个嫌内住 就可以顺遂一生 却被残酷的现实 狠狠甩了一巴掌 众口说惊 面对大家的质问 罗平根本没办法解释 她只有恼羞成怒 你们想干什么 这是我的家务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管得也太宽了吧 都让开 再这样我报警了 罗平企图从人群中挤出去 可是根本没有人怕她 也没有人给她让路 她便将气扎在我身上 对着我指手画脚 林秀云你快叫他们滚开 一点小事你非要闹得全世界都知道 你还嫌不够丢人事吧 这日子你要是不想过了就离婚 离婚 听到这两个字 我眼睛顿时一亮 闹了这么久 终于说到正事上 我的目的可不就是离婚吗 但我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前世就是我主动提出离婚 然后被骂抛夫妻子 贤嫔恨爱妇 我一脸痛心疾手地看着罗平 声音颤抖着问道 你说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为了这个女人你要跟我离婚 那小宝怎么办 她还在医院呢 离婚可是罗平自己提出来的 这么多街坊邻居可都听着呢 又被我一番话架住 更是吓都吓不来了 她只能耿着脖子 瞪着眼睛 一张脸账的通红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偏要闹 怕她做什么 离就离备 徐纳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小宝是我生的 以后我会照顾好她 不用你超心 罗平当然有顾虑了 毕竟这么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我操持家务 把他们一家老小伺候的叔叔夫夫 更何况小宝现在病了 他妈又忙着跟舅舅那边修复关系 根本顾不上 现在绝对不是离婚的最佳时机 所以她刚才犹豫了 我甚至从她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丝后悔 后悔轻易地说出离婚二字 她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永远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可许那就不一样了 此刻被众人围观 被言语讨伐 她已经是旗鼓南下 必须当场表态 她说完那话之后 整个人都抖落起来了 仿佛一只战胜的大攻击 至于我吗 我只管哭就行了 呜呜呜呜 我的命好苦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做错了什么 我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欲绝 在所有人眼中 我都是那个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却受尽委屈 还要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可怜女人 完美受害人啊 自然就有人站出来替我发声 离 秀云我们支持你跟她离 对 跟她离 这小子根本配不上你 离了阿姨再给你找个好的 秀云别怕 这么多年你在他们那个家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算离婚 你该拿的财产也一分不能少 对对对 不能便宜了他们 所有人都站在了我这边 争先恐后的给我出主意 还要给我介绍律师 气得罗平头顶都快冒烟了 他们两个离开的时候 还被扔了一脑袋的烂菜叶子和臭鸡蛋 如同过街的老鼠 十分狼狈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我真的很想大笑一场 笑出眼泪来那种 今天这么一闹 我总算是把罗家母子俩扣到我头上的屎盆子 又给他们扣了回去 他们已经是臭名昭著了 从别家门前路过都要被人涂口水 还要被骂一句晦气 不过这个时候 我已经顺利跟罗平离婚了 还拿到了属于我的一半财产 跟前世不一样的事 离婚的前一个晚上罗平给我发过消息 虽然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高傲 但意思很明确 他不想忘在这个结果眼上跟我离婚 他说只要我愿意低头认个错 就还可以回他们罗家 跟小宝团聚 他知道小宝是我的软肋 他说如果我执意要离婚 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小宝 可惜啊 我已经不是那个心软懦弱的林秀云了 我不仅没有理会罗平 甚至还截图发给了徐纳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有没有发生什么 反正第二天徐纳没有出现在民政局 没有跟罗平领结婚证 不过这些就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了 我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彻底落了下来 罗平还冲我放狠话呢 瞪着眼睛 咬牙切齿 像你这样没有生育能力 又离了婚的二手货 我看以后哪个男人敢要你 走着瞧吧 希望你不要哭着回来求我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冷冷一笑 然后潇洒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 后悔 嫁给他罗平就是我最后悔的事 其实我身体是很健康的 去医院检查过 医生也说没问题 可也不知道为什么 和罗平结婚这么多年 这肚子就愣是没动静 我一直怀疑是罗平有问题 可他跟徐纳都有过一个孩子了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 命里无事莫强求 不过我不纠结这个 我都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虽然我不会再对小宝心软 但还是想知道他的近况 想看看如果没有我 他还能不能像前世那样康复起来 所以我去了医院 不曾想正好撞见了徐纳 他身边还有个高高壮壮的陌生男人 徐纳抱着小宝满脸的不舍问 亲爱的 我们真的不能带小宝一起走吗 他是我们俩的亲生儿子 我又 我听得心头一惊 一个闪身躲在了门后面 这个真是惊天大新闻了 就听男人说 如果小宝身体健康倒是可以带着他 可他现在这个样子 跟着我们也是受罪啊 宝贝你相信我 等我们去东南亚那边赚了钱回来 就把小宝接到身边 一家团聚 可没了林秀云 罗平那个废物他肯定照顾不好小宝的 他妈一天天也只知道打牌 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徐纳一脸忧虑 懊悔道 早知道你要回来 我就不图意是口舌之快 让罗平跟林秀云离婚了 我听得一整个大无语 合着我就是个大员种呗 还好我跑得快 男人催促道 好了宝贝 咱们该走了 不然赶不上飞机了 咱们儿子是被罗家人害成这样的 就应该让他们负责 好在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徐纳还是跟着男人走了 把小宝一个人留在医院里 而这整个过程也被我用手机拍了下来 发到了之前那个VS群里 我还生怕罗平看不到 特意单独给他发了一份 还温馨提示他 你要好好善待小宝哦 毕竟他叫了你五年的爸爸 是他给了你当爸爸的机会 哎 我可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小宝不是罗平亲生的了 可他们依旧是法律上的父子关系 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 罗平还不得不抚养小宝长大 现在更是有街坊邻居们监督着 嘖嘖 那种滋味 可想而知啊 之后我就没再关注过罗家的事了 我拿着分道的为数不多的财产 去全国各地旅游 去看外面的风景 前世我吃了太多苦 受了太多罪 我要好好地补偿自己 期间 罗平一直发消息道歉 求复合 我嫌烦 直接拉黑了 等我玩了一圈回来 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了 我想找份稳定的工作 却意外碰到了以前的邻居王姐 王姐见到我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你都不知道罗家有多热闹 你那前婆婆被他弟弟打伤了脑袋 人直接就贪了 下半辈子算是玩弱 他为什么被打 我忍不住问 前婆婆一向最心疼他那个弟弟的 怎么会被打 为了前辈 说是前几年借出去的十万块钱 你前夫想要回来 他舅舅不肯 两家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居然动起手来 瞧着吧 还有的扯皮呢 王姐边说边摇头 罗平翻外 舅舅欠钱不还 还把我妈给打了 我忍无可忍 把他告上了法庭 可是我妈瘫痪了 我儿子也成了痴呆 不 他不是我儿子 他是个野种 我好几次都想把他扔掉 我希望他被车撞死 希望他掉河里淹死 他是我的耻辱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污点 我恨透了徐娜那个贱女人 也恨透了林秀云 是他们毁了我 官司打赢之后 我终于拿到了舅舅家给的赔偿 却也没多少钱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不过是杯水车薪 原先朝九晚五的工作是做不了了 我只能带着小宝去送外卖 晚上回家还要给我妈端食端尿 那天我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我没有跟林秀云离婚 她依旧是那个任劳任怨 卑微到尘埃里的女人 而我却对她特别嫌弃 经常家抱她 把她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 后来她实在受不了了 终于跟我离了婚 带着小宝独自生活 而我也和徐娜修成正果 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滋润了 再后来我们听说林秀云治好了小宝的病 我跟徐娜便商量着接近小宝 毕竟这些年我们俩也没有生育 小宝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他得给我老罗家传宗接代 小宝被我们甜言蜜语哄着 终于回到了我们身边 那时候他已经是本科大学的大学生了 我们觉得很光荣 小宝很是孝顺 他偷偷把林秀云攒的钱拿给我们买房子 我们再筹理安了家 一家人和乐融融的过中秋节 两三年后小宝也结婚生子 孙子孙女围绕在我们身边 共享天伦 我笑得开心极了 笑着笑着 就醒了 看着满屋的狼藉 我愣了许久 那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可为什么那么真实 就好像真真切切的发生过一样 好像那才是我原本该有的人生 所以 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始终找不到答案 没过多久 我听说了林秀云再婚的消息 她嫁给了一个医生 第二年就生了对双胞胎女儿 她的双胞胎女儿 半满月酒那天也是中秋节 酒店因为人手不够需要招邻招聘服务员 我正好过去兼职 我穿着服务员的衣服 故意在她面前走了好几遍 她都没认出我 我知道 她是真的认不出我了 她的目光早就不在我身上了 她的现任丈夫戴个眼镜 看上去丝丝纹纹的 满心满眼都是她 家庭条件也不错 公公婆婆都是和善的人 对她非常好 她的两个女儿也玲珑可爱 像糯米团子一样 他们一家人共去天伦 好不热闹 那天晚上我也收到了徐纳的消息 她说她被卖到了缅甸 每天都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希望我能看在小宝的份上 拿点钱把她赎回来 可我已经打包好了小宝和我妈的所有生活用品 趁着夜色将他们送到舅舅家门口后 又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绳子 绳子穿过门框 打上死结 我把脑袋伸了进去 抱着孩子一马当先往外冲的人 是我 如今我反而是最后一个 等我拿上手机追到楼下时 罗平他们已经开着车子先走了 我打了个车往医院赶 看到整个过程都被手机完完整整录下来时 心里顿时安稳了几分 我不想再像前世那样背负道德和舆论的枷锁 成为人人口中唾弃的很多后妈 被他们的口水淹死 医院里 医生正在抢救小宝 婆婆和罗平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在抢救室门口来回走动 舅舅坐在长椅上反复念叨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谁知道这孩子身子骨这么弱 喝点酒都能喝进医院 表弟也跟着附和 没错 这可不能赖我爸 我爸也是一番好意 表弟媳妇 小宝身体这么差 我看就是嫂子没把人照顾好 都说后妈心狠 别看她面子功夫做得好 谁知道她背地里是怎么对待小宝的 说是改变了 但有些东西始终是不会变的 就是这一家子的真面目 同样的话 前世我就听过了 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太天真 还企图跟他们摆事实 讲道理 可罗平说 舅舅她不是故意的 她也没想到会这样 你就别闹了 婆婆更是直接把锅甩给我 指着我的鼻子数落 林秀云 你还好意思怪别人 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 连个孩子你都看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最后所有的骂名都落到了我一个人头上 我成了人们口中的黑心后吗 恶毒老巫婆一般的存在 邻居家的小孩见了我都要绕道走 没有人愿意听我分辨半句 不过这次 我不会给他们机会了 听到表弟媳妇的话 我直接冲上去推了他一把 你看到了 你亲眼都看到我虐待小宝了 说啊 刚才不是说得很大声吗 继续啊 重活一世 我什么都不怕了 谁也别想把屎盆子扣我头上 表弟媳妇被我推了个猎起 他老公立马将他扶住 站出来将他护在身后 你干什么啊 表弟冲我嚷嚷 一副礼不值气壮的样子 我老婆没说错啊 你本来就是后妈 你刚才还那样对我儿子 我都还没找你算账呢 我根本没在怕的 不屑地笑了笑说 没关系 我已经报警了 待会儿你们跟警察说吧 说说为什么要害我儿子 罗毅当然不是无辜的 但这个时候的他 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我心里有恨 也不是恨现在的他 能争取的我还是会尽量为他争取 我这话把舅舅一家都给镇住了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婆婆 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 林秀云你是不是疯了 你报什么警报警 你还想把你舅舅抓紧去啊 你这个大逆不到的东西 你是要造反啊 婆婆罪护着他这个弟弟了 当场就恨不得冲上来撕了我 即便真动起手来我也不怕他 只不过罗平还是及时拉住了他 罗平雨气软了下来 家里都乱成这样了 你就别添乱了 这是家务事 你还想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吗 小宝还躺在里面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我看着罗平的眼睛 一时恍神 竟然仿佛看到了他家抱我的样子 那时候的我为了小宝一忍再忍 可他却已为我好欺负 越发变本加厉 喝醉酒打我 工作不顺心也打我 有时候甚至连小宝也打 他还一直想让我再给他生个儿子 每次打完我 还要折磨我一番 想到那些屈辱苦痛 我就恨得牙痒痒 直接一拳头打在了罗平脸上 你早干什么去了 小宝变成现在这样不都是你们害的吗 你还帮着外人来数落我 小宝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我到底是不是你老婆 谁能由我疯 我今天就是要把上辈子所受的委屈 通通发泄出来 我把他们一个个对得哑口无言 现在都没有人敢靠近我 等到抢救室里的医生出来时 警察也刚好赶到 正好问个清楚 医生摇着头说 太晚了 大量的酒精摄入 诱发了酒精性脑病 这孩子以后没法像正常人一样了 另一个女医生非常气愤 忍不住说道 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家长是怎么想的 竟然给这么小的孩子喝白酒 这也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嘛 随后警察仔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 舅舅一家推卸责任 婆婆和罗平也帮着打掩护 但事实终归是事实 我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 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 但我还是报了 前世的我也打算报警的 可是被婆婆和罗平给拦住了 结果就是他们把脏水 全都泼到了我身上 我不会再上他们的当了 有警察出面 事情就好定性了 不管是谁的责任 反正我没责任 我这个后妈 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 谁也说不出我半个不好来 虽然我已经很谨慎了 但还是架不住婆婆和舅舅一家 故意造谣 尤其是我一直坚持要求舅舅赔偿小宝的医药费 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 舅舅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直接炸毛了 到处说我的坏话 婆婆也在极力配合 故意拍一些角度刁钻的照片到处传播 说我这个后妈虐待小孩 败坏我的名声 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毕竟他们前世也是这么做的 虽然目的不同 但结果是一样的 我很快就成了街坊邻居们口中的恶毒后妈 被人戳着几两骨骂 楼下卖菜的大妈冲我翻白眼 她不愿意把菜卖给我 嫌弃的冲我挥手说 你去别家买吧 我的菜 不卖给你这种脏心烂肺的坏女人 我故作委屈 眼睛红红道 为什么不卖给我 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 大妈直接当着我的面把菜摔浪 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道 你管我怎么做生意呢 不卖给你就是不卖给你 赶紧给我滚 别让我看见你 晦气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了 我快哭出来了 大妈也是个性格直爽的人 被我故意这么一击 更生气了 气得恨不得把菜砸我脸上 看戏的吃瓜群众也纷纷围了上来 大妈冲我吼道 你少在我们面前装可怜了 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们全都知道 那么小的孩子你也下得去手 老话说的没错 最毒不过后母心 这时候立马有人附和 是啊 好好的孩子被你害成痴呆儿 你心肠这么歹毒 你不得好死 我要是那孩子的亲妈 我一定亲手杀了你 林秀云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座 天在看 你还是多几点因得吧 不然你迟早要遭报应的 谩骂 诅咒 讽刺 我前世已经听得太多太多了 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 甚至还有点想笑 这些人眼下心忙 只知道跟风 不过是被我婆婆利用的棋子而已 不是那样的 我没有 我大和一生 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 没有人相信我 他们都说我在狡辩 我表现出被逼无奈的样子 终于咬牙切直到 我有证据 我能证明小宝变成现在这样 跟我没关系 我没有害他 害怕的另有其人 我说的十分笃定 在场的人都面面相去 半信半疑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从兜里掏出手机 播放视频给他们看 他们边看我边哭诉道 我当时只是想拍下水煮鱼的做法 没想到 没想到竟然把小宝出事的全过程都拍了进去 各位叔叔婶婶 大哥大姐 你们好好看看 到底是谁害了小宝 视频从头到尾 没有剪辑 没有打码 怎么开始的 怎么结束的 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 全都拍得清清楚楚 毫无遗漏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甚至自发建立起危安存来 叫我把视频发群里 我乖乖照做 心中暗息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小宝就是被灌了酒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我没有害他 真的没有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了 这么多年来我尽心尽力照顾小宝的种种 这些也是街坊邻居都有目共睹的 于是舆论风向开始两极反转 有人弱弱的说了句 我就说嘛 秀云不是那种狠心的坏女人 他对小宝多好呀 当亲生儿子一样 我就说那一把这些酒店都没在过よね 但是我再看不过